TensorFlow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次的TensorFlow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variable,它的变量 这一次我们讲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东西叫做placeholder placeholder是在开始的时候先hold住这一个类似于变量的东西 但是到之后session.round的时候呢,它其实要你要从外界传入进来把它的placeholder填进去 比如说我传了每一次呢我都是从外界传出传入一个值 因为我每一次我想我用不同的值来代替它 那这个呢就是placeholder 我们先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什么是placeholder input and flow as tf 然后我们有两个input input1等于tf.placeholder tf.float 32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placeholder 然后呢placeholder你要给定它一个它的这个type是什么样子的 一般呢这个tensorFlow当中呢它只能或者是大部分情况下呢只能处理float32的数据形式 所以呢你就默认它是float32的形式就ok了 然后我的input2呢跟这个input1呢我是用一样的形式 但是我用input2 还有呢如果你想给定我的input是一个一个结构呢 比如说我的input1我想给定它只是一个两行两列的一个input 那我就先在这边规定它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们不需要用到这个结构所以我们先忽略它 然后output等于tf.multiply input1 input2 我们的output呢就是input1和input2的一个乘法运算 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要运算的结构但是呢呃因为有这一个placeholder 我们可以运算它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要运算的结构但是呢呃因为有这一个placeholder 我们需要每一次呢传进去一个值呢它传进去的时候呢就是在我session.run的这个时候 那我以什么样的形式传进去呢就要以feed dictionary的一个形式传进去 为什么是dictionary呢因为它就是python当中的一个字典的形式大括号 然后呢我要把input1的这个值呢呃比如说我要给它7这个值 然后我input2呢都是一个字典的样子你看它有一个input1是你的key 然后呃它的值是嗯2点0好了好先运行一下它看一下它的结果 二乘以7稍等一下14那呢这个呢就是我们output的结果 我们再总结一下呃如果你用placeholder呢就意味着呢 你想要在呃运行用session.run的时候运行这个结果的时候呢 再给它我的一个输入的一个值 那呃你用了placeholder就跟你的这个feed dictionary是绑定的 那么呢呃这就是我们这节课所要讲的一个内容 那下一节课的内容呢叫做activation function激励函数 也是我们呃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对我们的tensorflow机器学习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订阅我的这个视频 我会有更多关于tensorflow和机器学习的这种更新 还有python的一些基础教程的更新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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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